哈喽大家好我是罗老师 今天呢又来到我们的罗文讲历史的时候了 今天再次邀请到我们大来宾王中伟律师 对王中伟律师应该很有印象了 因为我们就合作过好几次 王律师对于我们的国共战史 真的可以说是辽如执掌这四个字 对就是说真的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兴趣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哪一场战役呢 我们今天要聊国共内战的东北篇 对东北篇我们在上一上一集 就是在讲那个平津会战的时候 就已经有讲了嘛 但是因为这东北篇 是实在是太长了 所以我们决定把它分成两集来讲 这样子那上一集的话 我们先讲一下他的前因好了 就是说为什么要争东北 东北为什么这么重要 请王律师帮我们讲一下 东北当然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说 第一个东北的工业 全中国大概百分之各种不同的有色金属煤根铁钢铁 还有发电量还有这个铁路的里程数大概 在东北各自占全国的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 经过这个日俄战争以后 俄国之前 俄国当然这时候以前有一些 在北满有一些 然后南满主要是日军在建 日本在建设 对 所以当时东北变成是一个兵家必正之地 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国际情势上面 还有些特殊当时的状况 对简单来讲 日本把东北当成自己的家在经营 对 那可是花老本的 所以说最好最新的东西 甚至日本还有这样讲 宁可放弃本土也绝不放弃东北 也绝不放弃满洲国 所以说东北非常重要 那请律师帮我们讲一下 那个东北战役的一个前因 好 我们大概先讲一个 那我们今天从一个比较历史的脉络上面 讲说几个部分 我们先讲这个 其实台湾可能比较不那么熟 或者说有很多误解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四野战军 暂时 就俗称的四野 四野的暂时 对 那四野的司令员是林彪政治委员 叫罗永环 那我们先分成 他大致上按照这个 第四野战局 中共自己的划分 这暂时分歧 分成五个时期 从1945年8月8日 到1948年 辽省会战的前夕 这段时间是 这个 中共大局从海陆两路去停进东北 等于是跟苏联合作 苏联合作 因为苏联宣战之后 立刻就 哇 这 大军就过去 那就是 等一下会 这是第一个时期 好 那第二个时期就是说在1948年9月到11月 时间很短 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决战辽省 对 一开始的时候国军还是战上风 对 对 在这个时候了 好 然后后来就是那个马歇尔 马歇尔调停之后 然后后来就整个趋势都变成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分析一下说这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况 好 在第三个时期呢 第三个时期就是我们讲过了这个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 就是1948年11月到1949年的1月 对 应该是2月初啦 对 然后就大败嘛 对 然后最后不战 不战而降 对 再来才是席卷 中南 华中华南 因为东北解放军后来进入关内的时候 他最后在 内战的后期 就中共建国被改成中南军区 中南军区 就中南海的中南 对 因为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势如破竹的时候 势如破竹 但是在这段时期 1949年 4月16日就是这个 在河南海的场战役 然后在4月这个时间后来就有渡江 就配合这个解放军全面渡江作战 对 渡江战役 好 那是 简单来讲就是 秋风扫落叶 秋风扫落叶 其实也没那么秋风 因为他还是碰到有一个大魔王叫做白虫喜 白虫喜有挡了一下 对 有挡了一下 有一个青处瓶战役 对 但是其实 还是蛮快的 还是秋风扫落叶 因为白虫喜其实 算是一个国军的名将 号称不是说什么 智多星 小诸葛 小诸葛 对 最后被打成大猪头了 实在是蛮惨的 了解了解 那白虫喜那边挡了他一下 而且他毕竟还是蒋介石以外的一个国军的重兵集团 就所谓的桂系 对 桂系 里面应该是国军里面算最能打的 也算是可以这样子 除了中央军之外 然后最后就是挺进海南 对 1950年这个3月到5月的时候 这个第四野战军派了两个军去这个登陆海南 对 那这个当然也非常重要对台湾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这是中共建军建国以来 史上第一次 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的登陆作战 而且是比较长城的 比较远海的一个登陆作战 所以他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探讨的 好 那我们每一个一个来讲 我们今天就是先讲田径东北跟决战辽省 第一集 1944年的时候 这个发生了一场这个大陆交通线的打通作战 日军因为受到了海上这个美国的这个海空的界限的打击 岛屿外界失踪 中途的 中途导战已经结束了 对 对 然后大败 海军的力量就已经是一溃千里了 几乎可以看 几乎 几乎到了1944年中的时候 太平洋上面的每一艘水面舰船 全部都在舰 都是 如果你看到的话 绝对是英美盟军 对 那天上的每一架飞机 如果飞得起来的话 基本上是英美盟军 都是盟军的 对 那这个时候 日军要把这个南洋 就他征管事变之后 所侵略的这些地方的 资源 比如说橡胶石油这些东西 尤其是石油 尤其是石油 他要运回那个日本 运回日本 对 他已经不能走海运 已经不能走空运了 只剩下陆运 这时候他要把他从新加坡 一直运到韩国的釜山 对 那这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战役叫做 对 一号作战 他说日本叫一号作战 你就知道说这个事情 对日本叫 天字 天字第一号 重要 非常重要 对 那一号作战的时候呢 他其实最重要的 因为很简单 满洲国 从釜山到北京的这一段 是已经控制住了 对 那然后向南的话 中南半岛的部分 到越南这个部分 马来西亚到越南这个部分 也都控制住了 也都控制住 剩下没有打通的就是 中国大陆上的平汉 越汉县 跟湘桂县 这三条铁路 那结果三条铁路上的作战 除了方先决在衡阳守了47天之外 基本上都是惨败 而且是大败 大败 都是大败 都是觉得国民 大家都觉得国民政府快要垮了 那种感觉 对 快要垮了 可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作战 节节胜利 然后盟军在所有战场上面 都是作战 节节胜利 凯德蒙中 但是在中国上面就是真的就是 一直失败 一直失败 尤其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 对对对 都是大败 我说实在是他到底哪来的自信 我也不知道 他迷之自信 他真的是觉得他自己是军神 我其实有机会 我们在 接下来我们有机会再讲到这件事情 对 那之前我也有拍过一集 就是说其实蒋介石他出生 其实他 因为他自己说他是那个什么 那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那事实上不是 他只是一个先修班而已 对 那日本军 还不是军官是士官学校的先修班 然后就可以回来当黄埔军校的校长 是 对那这个就是他自己的那个 其实我说实在的 指挥作战能力真的不足 然后所以大败 然后美国是不是对中国那时候 非常有意见 非常有意见 因为我好不容易把海空军都歼灭了 海空运都被我阻断了 结果你留一个陆运给他 对 所以他就觉得你等于资敌嘛 对 所以对蒋介石非常不谅解 对 让他还有最后一线生存的空间 对那盟军就想说 但是1944年我们刚刚讲过了 盟国在下半年的时候 各个战场都在解决胜利 也包含欧洲的苏德战场 东线就是我们大明年所谓东线 对 这苏军已经在1944年的年底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打到德国境内 那盟军就开始觉得说 击败日本必须要靠苏联 因为苏联其实在远东 也有一块相当大的土地嘛 就西伯利亚这个地方 对 那1945年的2月上旬 美英苏的领袖就在这个黑海边 克里米亚的风景圣地 亚尔达会议 非常经典的亚尔达会议 对对对 好像台湾现在学生 都还是要读亚尔达会议 还是要读 因为后来的国际体系 就是所有的亚尔达体系 那时候三巨头的那个 这张经典画面就出现了 在这场会议里面就出卖了中国 对对 那斯塔林就开始唱丘了 他就说 第一个我要指挥苏联对德国的反攻作战 所以我不能离开 我不能够离开苏联 跑来跟你 跑来跟你会议 对 那你就要到我这里来 就丘吉尔跟罗斯福麻烦你们到我这里来 他就去了 他就两位都去了 嗯 然后呢 会议就决定苏军在德国投降 三个月内要出兵远东攻打日本 那交换条件就是盟国承认 恢复日俄战争前 远东的特殊利益 那是什么东西呢 那是什么东西呢 那这个时候呢 亚尔达协定 苏联要求得到的东西 换取他出兵远东打日本 因为这时候他等于是毁约吗 对毁约 因为日俗户不侵犯条约 其实到1946年才到齐 对 所以提前先撕毁了 对 第一个 我说是在的 我先插一句 就这个东西基本上 都是签好玩的 对 条约就是用来撕毁用的 签条约就是用来撕毁用的 对 苏德户不侵犯条约 对对对 大家都签条约都是用来撕毁用的 这是国际法上的名言 好 那第一个要求 那因为这会跟我们后面部分有个重要的关系 第一个蒙古 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 就是独立的现状 必须维持 登登 对 蒙古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永远的 离开了中国 他其实本来就已经在独立了 对 其实国民政府嘴巴上说 那是我的一部分 但是你现在要承认了 要承认了 对 然后呢 日俄战争的时候呢 几个 库越岛跟一切导臉 超环数研 好 这比较 贵党后来被那个日本占走 后 他的南半部 在日俄战争之后 占领他的南半部 如果我们看日文词 他叫南化泰 一个木字旁 一个华 南化泰 了解 好 然后呢 我们开始讲了 终点 跟这个东北有关系的部分开始出来了 大连的商港国际化 其实就是 旅大要有一个特区 对 就是一个类似租借跟特区的概念 对 只是不能叫租借这样子 对 其实也是租借 你说什么旅顺要国际化 国际化 那其实就是这个 给他用 给他用嘛 那其实就是 那就是以前这个晚清跟民国时期 所谓租借的概念 对 只是没有那个名词 对 因为苏联非常渴望有这个 因为我说实在 日俄战争那时候 旅顺的那个攻防战争是太惨烈了 然后 他真的要有一个永远不动港 因为我们知道海神崴 海神崴还是会动 对 真正不动港 就要到那个旅顺去 然后呢 就是说中苏铁路南满铁路 就是丁自行 所以中国长春铁路要设置中苏合办的公司 共同经营 而且呢 你的优越权利还必须予以保证 那然后呢 但是呢中国名义上要把满洲的主权 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苏联要予以尊重 对啊 就是东北还是中国的 东北还是中国的 但是铁路的话是 就是嘴巴讲叫叫和营 那事实上就是给苏联 对好 反正就是像这 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那就是小问题 对 千岛群岛就本来就不是我们 就不是很重要 当时毛泽东有一个精准判断 他这次跟这个 他的同事讲说 国际援助要来了 不来的话砍我脑袋 不是砍蜜蜂脑袋 他就说不来就砍我脑袋 他讲这种话 他就是有那种精准的那种直觉 自信 直觉 因为1945年的5月8号 德国投降 轴心果实剩下一个日本还是在作战 1945年4月23号到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所谓的 第七次全国代表到也就所谓七大 在讨论战后问题 那毛泽东判断 解决了欧洲问题以后呢 苏联一定会回头来顾元冬 对 但是呢国军各主力部队 只有延西山的禁军 跟副作义的查衰军 他们是部署在华北 对 其他部分都是共军 其他部分都是长江引南 而且南引起是反应 所以说优势很大 优势很大 那中共就命令最接近东北的几个军区 季二辽军区 禁查记军区 山东 苏北各军区 我们之前讲过山东的问题 山东其实确实是非常重要 我们这次就不追溯了 对 各部队 靠近东北的各单位 各部队各军区 全部准备海陆两路 前进东北跟苏军会计 1945年8月8日 也就是真的很准 5月8号德国投降 8月8日苏军进攻东北 完全按照条约上的规定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这个关东军 就被吹枯拉朽 黄军 黄军之花 黄军之花 变成黄军之渣 黄军之渣 关东军变关东族 因为这个 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故事 关东军变关东族 关东族 关东族 所以之后呢 8月11号过了3天 苏德就巴附的命令 这个东北军 吕正超部 张学师部 万亿部 还有这个 他的另外一个指挥官 李运昌 即刻向辽宁和吉林进发 那贺隆跟聂用针所 普悠查哈尔热和 向 县地向北行动 也是基本上 就是说靠近东北 作为一个掩护在华北的时候 去征堂 还有一个重点的是 就是 我们后来讲过北韩的问题 好 朝鲜义勇军 朝鲜义勇军 这时候就出头了 对 他也是有一次这个朝鲜义勇军 其实就是后来北韩的军队 嗯 他其实就是八路军队 也就是说 在中国这些左派的 韩国人 朝鲜人 他基本上是跟 共产党合作 对 而且听说作战力是十分的强大 十分的强大 对 好 那就是 就是说从东北 进入 回去朝鲜 这个情况 好 对 那我们开始就是继续讲 在中国 中共在东北可以倚靠的在地的力量有哪些 第一个 东北抗日联军 就是说在这个 918之后一些活动的这些武装的兵力 他1940年 就最后全部退入苏联 因为实在是打不过 对 好 那还有呢 他们就是到 我说实在的 可以撑到1940年 这已经很神了 那已经是差不多918之后十年了 已经很神了 已经很神了 对 然后再想想看那东北那个冬天有多能 对 其实对他们来说当时的关东军还很强大 1940年的关东军 那时候还是皇军之花 还是皇军之花 那他们就在苏军统治下的东北组织各地的 帮苏军统治这个组织各地的地方政府 因为苏军又不会讲中文 对 所以就是东北抗联去担任这个他们的这一次东北 东北这个苏军所统治地区的组织的地方的政府 还有一个重点 东北军 当时在华北跟山东在抗战时期有这个原东北军的旧部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因为张学良现在在被软禁中 所以张学师在那边 张学师就是张学良的五弟 他的第五个弟弟 张作霖的第五个儿子 等于就是说把张学良当那个 沈主派 因为张学师在这里 他是张作霖的儿子 张学良的弟弟 所以他就等于是张大帅 这个张作霖的旧部的一个号召的神主派 了解 万一跟吕正恩的话也是原东北军 所以为什么蒋介石不杀张学良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是因为对东北军有所歧视的这些情况 西安事变就本来 他918之后本来就已经被歧视了 因为就是觉得是叛军嘛 叛军嘛 那我就真的判给你看嘛 那张学师等人就 当然这个时候就去找共产党 去谈了 就去谈了嘛 甚至就直接入党了 这我们讲到张学师 万一吕正超等人 都是直接加入中共 直接加入中共 而且抗战时期的时候 东北军救部也都在 华北和山东活动 而且我们知道抗战时期 这都是中共的老巢嘛 老区嘛 对 所以说他们顺理成章 跟张帝的中共组织形成一个联盟 这些人一回到东北去的时候 这个其实就 就会有一些名望 对 因为还是 因为东北沦陷 老家在那边嘛 东北人还是有一些人 而且有一些人是 基本上还认识张学师 认识张学良 张作霖 张大帅的儿子回来了 对 他是就是跟着共产党回来了 所以他们都全部包装起来说 我们是过去的东北军 打回东北啦 我们有张学师 万一吕正超啊 虽然他们都加入中共了 收复国土 收复国土 我们打回老家 没没没没 就讲这种话 张学师就担任这种看板人物的角色 好 简单来讲就变成 共产党的神主牌 共产党 他就变成共产党进入东北的神主牌 两块神主牌 一个是东北抗亥联军 另外一个是东北军 了解 好 那对这个毛泽东来讲 他有一句话非常好 东北就像是一个苏谷的沙发 沙发 这样 所以苏联老大哥是靠背 对 那这个朝鲜和蒙古是两个扶手 所以说呢 因为我 这个我们就刚刚讲 雅里达密约讲的这个朝鲜跟尤其是蒙古 这些地方的时候呢 就使得他们在这几个 这几个共产盟国在 东北因此有特殊的地位 兵家必争之地 兵家必争之地 这么有利的局势 对 对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这个时候 过去没有经过任何的国际上的盟友 共产盟国是跟他联盟的 对 现在在东北有 对 而且整个局势都是对他非常有利 那当然一定要过去 是 这个不得不佩服 就是那个毛泽东的那个军事战略直觉 真的是非常准 好 那就从山东调集重兵大概六个时 我们上次讲过 山东到东北是一条直线 非常短的路径 对 然后呢 苏北的新四军有3.5万人 所以大概加起来有差不多11万人 另外还有干部2万多人 他们就有一种办法就是配起100个团架子 就是每一个团大概有200个干部 班以上的军官 从班长到团长全部都配好了 了解 所以只要东北的招兵交进来的时候 他马上就可以扩张成大概两三千人 对 就变成是一个新的这种架子团的概念 了解 基本的干部群全部都配好了 全部都有 只要一招兵买马立刻就可以建立 就立刻建立 所以中共在这个半部的配合上面 这个人事的准备上是非常充分的 那他就采取了这个 让开拉路退居两亿 主席的中共没有受到苏军的配合 因为他受到这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限制 不方便正式协助共军 以这个华西列副司军将军为首的苏军 而且据我所知当时候的苏军进到东北基本上是烧杀强掠 就是最好的东西他们全部都要抢走了 所以说共军进去应该是减胜的而已 对没错 你看就是苏联人的那个贪婪 据说当时是因为很多希伯莱利亚的劳改犯都把抓到军队 冲军 戴罪立功 戴罪立功 所以那些是罪犯 那是罪犯 那你现在就顺便要抢点东西 对 稍稍强掠 然后性侵妇女 这类的这种故事 这个非常可怕 好 那苏军撤驱之后大铁大城市跟铁路都交给国军 那初期这个中共军进入乡村之后组织民众发动土改 还有另外就捡 因为关东军是被我们刚刚讲过他变关东族 所以他就丢了很多装备 对 枪炮军火 就去捡那些东西 对 就捡胜的 捡胜的 但是捡胜因为几十万人亏退 所以数量还不少 光捡胜的就捡很多 就捡很多了 好再根据建立自己的这个兵工事业 因为东北的工业基础非常的好 东东东东 好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 他的解放区的各兵工厂 我们等一下会讲说解放区是指哪些地方 那四野后来就以数百门大火星火把按照素质选择 编成一个炮兵重队 那各重队或是这个师级的单位 也都编制炮兵团或营 强大的炮兵火力 基本上可以吊打国军任何一支同级的单位 这是沈阳兵工厂 简单来讲在这个时候 国军跟共军的形式其实就有改变了 对 有一个翻转的一个现象 有一个巨大的翻转 对 所以说虽然国军人数还是占优势 可是火力已经不占优势了 对 共军的那个火力 因为他有那些就是关东军的那些 还有这些的设备 他会自己生产枪械弹药 对 军火 好 再加上他们原本在那边做游击战 练出来的那些 每个都是百战老兵 对 没错 然后呢 中共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 向北挺进发展 向南收缩防御 因为国民政府要环都南京嘛 对 所以长江以南 所为原先中共所占领的这些根据地 在抗战之间所发展出来游击区全都不要 全部都放弃 全部都放弃 往北走 那反正我 我在北附 现在北方 华北跟东北 才是我要去争夺天下的地方嘛 对 所以这个江南 跟华 跟这个淮河以南的部分 华南 就让给你们了 就让给你们了 就打一打 可能就打一打也撤了 对这个战略也是十分正确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他们就是通过海陆 跟陆路 那陆路就是从辽溪走了 海陆就是从这个波海交通线 好 那1945年底的时候 东北局势 因为苏军其实保持形势中立 那全美快切的这个 新六军 跟新义军 他们沿中长北路铁上 因为其实基本上沿铁路 北上最大的补给优势 才能发挥火力 那苏军保持中立 主要原因也是 就是说 如果你苏联很明显帮助共军的话 那美军 美国就要来干预了 也会直接介入了 而且美国还在 在其他地方 修林 对 所以说他要保持一个形式上的总统 所以要尊重一个条约 但是 私底下的那些 物资的补给还是有了 对 就比如说 这个像很多就是说 他们这个军火仓库 就通知你说 八六军 今天晚上那个 我们地方什么地方不上锁 你晚上来拿 哈哈 有些这种故事 了解了解了解 反正就放水了 放水给你了 对 那当时呢 又有一个严重的情况 大家觉得说这个 这个国军 美谢国军 特别人家装备跟情报 双重优势 那有些人就开始觉得绝望 这个当时林彪 司令部有一个作战科的副科长 叫王继芳 就投降国军 他有让王继芳 投降国署 被很多正妹包围的照片 对对对对 就是看板 对对对 看板人物 看板人物 有没有看到 投降 美女 鲜花 鲜花 都有 都有了 因为那时候我说实在 新一军跟新六军 我们特别介绍一下 这个 新一军 那个军长 我们的 中华民国战神 是 孙利人 这不得了了 维吉尼亚军校 是 刘美的 以前呢 常常打职棒啊干嘛 都说 旅外就是神 是 是 旅外就是神 是不是 他又有装备 又有情报优势 打了这个林彪 跟罗洪华民 开始看到这个共军 仓皇北侧过松花江 可是呢 国军的补及线过长 因为东北实在太大了 也不是大概 国军五六十万人 开得过来的 当时在 满洲国时期 日满军 关东军加满洲国军 再加100万人 对 所以他激动兵力过少 要不断掉头 就掉来掉去 在运动中 就创造出一个 给共军的 伏击跟齐袭的军队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全体中共也放弃 城市进入农村 发动土改 那就使得逐渐 东北局势 开始翻转 这就是所谓的 障开 大陆 占领两乡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是东北国军 就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被动 东北共军 共军 共军 一开始的时候 的确 你有这么多的 什么军火优势 可是遇到了 就是 就是 国军的主力 新一军 新六军的时候 真的是节节败退 然后呢 共军中开始流行 一个顺口六 人人都说东北好 来到东北才知道 装备没装到 城市没住好 跑到山沟里来了 高粱米饭吃不饱 冻得实在受不了 又发鸟的音 所以还有押韵 了解 所以当时共军的士气 非常的低迷 就是本来想说 要来过好日子了 好娘啊 太棒了 东北不是全中国最现代化 工业化最高的地区吗 地方这么鸟 结果没多久 就被打到 打到山沟里面 到农村里头去了 山沟里头去了 对 就实在是非常糟糕 了解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但是呢 共军开始反攻之后 先讲一下中间啦 那中间就 本来是接着胜利的时候 然后 这个马歇尔 马歇尔来调停 调停的这几个月期间 那当然共军就积极的 开始补给 部署这样子 应该是说 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个情况 嗯 他始终无法干掉一个地方 就是南满 南满的这个陈云彭真 肖静光靠着这个北韩 在通化跟临江的根据地 了解 所以说他还有就是 国军在挺进的时候 其实还有 后面还有部队 还有那样的顾虑 所以其实 他往江北如果打过去的话 南满就会来大闹天空 大闹一顿 对 所以这个就是安海战 1942年5月的时候 所以当时就打了一连串 就三下江南 就是说 一下子江北的共军打过来 的时候呢 就是说在一个 国军如果先去清南满的时候 江北共军就会打过来 这个我们叫基角之士 基角之士 而且是特意互相配合 对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国军就很头痛 一下子要三 江北 这个共军会 没事过来叫江南 那就是他去打临江 四宝临江 台北现在有临江街 就那个地方 临江跟通化 好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国军就没有办法 好 那事实上这个时候 国军陷入一个困境 他就变成是说这个 南满跟这个北满是互相配合的 这个时候东北共军开始形成三个 在1946年左右的时候 形成三个集团 与三个共产盟国协同 陈云 肖靖光 彭真的南满 根据接通的朝鲜就是北韩 那林彪 罗永环 北满 也这样就是背靠苏联 他在松花江以北 还有一个黄克城 李富春 西满军去依托蒙古 那国军反而是战线宽广 补及线过长 兵力不足 分散 而且骄傲 新一军跟新六军 对 战略上收受到蒙 苏朝蒙 这个中共军的大包围 因为三个集团 乍看之下被国军分成三块 事实上是通过 蒙古 苏联 朝鲜 这三块地方连在一起 是你的国军被装在这个口袋里 对 好 那我再稍微讲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的苏立人 已经被调走了 对 所以说新一军 虽然还是新一军 但是他是一个 没有投的新一军 可能就是这样 等一下还会有一些 更致命的事情 更致命的事情 还拆分新一军 对 最精锐的部队在那边 却不知不觉的 被口袋战术 给包围起来 包围起来 很多人看东北战区 没有看到这一点 以为东北好像 马蟹不调停 就能够 就能够过江去扫荡 但是你 没有办法超脱 这个国际共产 盟国的口袋 了解 好 那陈云的南满根据地 最重要的是说 这个有朝鲜的支持 平壤帮了 朝鲜曼共产的大忙 反正他就把这个商员 商患送到南满去 物资也送到南满去 对 你为什么呢 因为国际没法追到北韩去 对 因为那边就是那个 我知道 那些就是 算是苏战区了 那里就是 不是那里就是北韩的国土 对啊 那苏联不是占领吗 不是也不管 就是不管是不是苏联占领 那是人家的 那是另外一个国家 你进去等于侵略他 对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所以共军能过去 国军就不能过去啊 对 所以死都绞不死 无论如何都绞不死 这个南满根据 的确就是这个原因 了解 好 那我们其实大概就是 所以我们大概讲 这个跟当年的那个 越战不是一样 对对对 越战后面是 中共在那边补给 对 美军在那边一直打 一直打都打都没有用 因为补给 越来越不断的过来 对对对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国军陷于 蒙古 苏联 这个北韩所支持的 三块共军的包围当中 非常的痛苦 好 也是很很很符合共产党的那个 国际主义 这叫国际主义 国际联合 共产国际的好兄弟们 对好兄弟们 这时候团结起来 对 那这个1947年的时候 开始我们现在一年讲 到1947年 共军开始乒乓马庄 到第三次四行战役的时候 这个 虽然林彪 还是没有打下这个 大命令的四平 对 这一战呢就是陈明仁的 七十一军 首将陈明仁的 弟弟 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的弟弟 七十一军的参谋长陈明姓被俘 这一次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战后陈明仁拿到 青天白日勋章 但是因为美用美元工物资 做这个公式 做这个防御的 接累的时候 就受到弹劾而去 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能使用美元物资 因为美国人看了不高兴 这什么 这个原因 当然也有原因 是因为陈陈就看他不爽 反正国军有很多很多奇怪 又内乱 说实在 你这种优势的 就是 会战输都是因为内部的分裂 对 弱的可以打赢 强的就是因为他们团结 对 他弟弟都已经被服了 然后他还 而且其实我说实在 也是 没有功劳有苦劳 可是还是被弹劾 对 他是被弹劾 那最后就是因为监控委员修理他 说你这个 贪污 还说什么 你贪污这美元的物资 反正你就是浪费了美元的物资 所以 你有罪 那一边拿了青天白日勋章 一面被弹劾 陈明年就气不过 就抵制了 了解 然后呢 1947年 夏季 秋季 冬季 江北共军发动了三次公司 国军就被压缩到 长春 沈阳 锦州三个孤城里头 了解 好 就只剩下城市了 就几个城市 近日我们已经大概来到这个辽省决战的前夕了 真的是乡村包围城市 乡村包围城市 那我们就是一个长春 后来有一个长春围城的产军 长春围城里面有两个军 这个六十军 跟新七军 六十军因为是滇军 那新七军是中央地区 新四军就是从新一军分出来的 他就抽走一个师 比如新一军拆分成三个师 跟另外两个当地东北的师 合编成一个军 但是这样看军的分号变多 战力没有变强 甚至可能是变弱 变弱 因为你把 就是兵将要相守 然后兵跟兵之间 你看这样子加进来 这样混 其实战力不会强的 好那就是说这个六十军 因为是滇军 就是龙云的军队 云南部队跟中央军互有矛盾 那后来就是发生了这个长春围城的一个惨军 因为就是混死你 对 OK 反正就是说大概会有一个长春围城的这个控制的部分 那当然这是因为长春围城是一个中央军 还蛮重要的惨军 是真的守到最后 守到最后 但是其实 两个军后来都还是投降了 六十军 因为六十军跟中央有矛盾 六十军 而且因为中央有矛盾的时候呢 什么意思 因为其实那时候只能靠空运跟空投 后来解放军用高射炮组成一个 抓伤火往 连空运不行只能空投 那空投的时候 因为空军是 长的底细 它跟新细菌显然就比较熟 所以拿到物资的基本上是新细菌 六十军就开始不爽了 分配物资不够 而且 不吃饭要人命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六十军就开始说 滑变 我去跟中共接头了 了解 好 那当然就是这个情况 好 所以大概就是说呢 我们其实这样嘛 就是说中共善于使用军事配合政治 社会壮大军事 它比十二万 大概十三万二三万人的出分 在三年内 扩张成八十万人 所以这个完整的 我们讲的这个八十万 在是辽省决战前夕 好 那这个完整的后勤补给 这个强大的兵公司 决定战争的后果 对 简单来讲啦 就是三个字 得人心 得人心 因为说实在的 土改 把土地分给你 对 那个打老奖 分土地 杀地主 分土地 那你牺牲了几个地主 然后让整个农民 全部都怎样拿到土地 然后土地之后 他当然是对你感恩戴德 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 形式的一个演变 那也显示了一点 就是说 共军的战略 我必须说他非常正确 对 他有抓到那个几个那种 非常关键的那种时刻 然后战略的布防也都非常好 好 然后 呃 蒋介石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 就是 有一个叫正前 正前换将 是 正前换将 因为当时候的确 苏令人的那个 军事产生非常卓越 可是 毕竟他是 他不是黄埔系 是 他是 我会给你一下 他是刘美的 啊 真正能够震得住那个场面的 也只剩下杜玉民而已 所以说 正前换将 可是呢 那你这新义军的 新义军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说服他们 你们的军长走了 是不是 所以后来知道 再把他们拆出去 可是你这样子 你整个战力就整个往下掉了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 好 那这就是我们在讲 那个 有关于东北战役的一个前因 哦 讲那么久 请大家 继续期待 我们其他的 那个战役 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罗文豪公民频道 已经开启加入会员功能了 只要加入会员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 会员专属影片 那如何加入呢 只要点击影片下方 订阅按钮旁边的 加入会员功能 就会看到许多的 专属会员的功能介绍哦 制作影片非常不容易 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